他全名叫林士平学姐 哈喽,士平 哈喽,听到我讲话了 听到,听到 你看到那个slide吗 看到看到 所以我是2018年在农中华毕业的 然后因为 不是因为 因为 然后我是一个理科生 然后我2018年在高三的时候 我是通过PDBL 因为中华每次有一个 生学教育展 我是在那个生学教育展那边 然后就看到这个PDBL这个公司 然后就通过他们的介绍 然后我就来了 这个Premoth这边 读这个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Program 然后第2个slide Mabel可以unnex吗 然后 我是跟Zian 同一年 去City College Premoth的 然后我是2月为 读到7月头 然后因为我 degree要读的课是 关于理科方面的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Science Pathway And then我们Science Pathway 我们学的东西 因为我是考完同考过后去的 所以 我会跟Zian 就是比他学 少数学 因为我是 我的数学是 在去英国之前 我们就去了PDBL那个公司 就考了一个诗 所以我们去 Premoth 我们就不用上数学课了 And then我们上个诗 英文是文化学 物理还有电脑 还有academic skill 英文呢 那个老师 他通常就是会帮我们 准备一下IELTS考试 IELTS就是 差不多每一个英国大学 都是要看的一个考试 然后 英文老师就是来 帮我们准备一些 speaking啊 或者是writing啊 反正就是IELTS要考试的 一些项目 And then 是物化学物理哦 他 我们每个星期就是来 至少会有一个星期 一天 是有做实验的 我不知道其他 读中啊 but我知道 农中华是 很少有那个机会 是做实验的 but 在CCP 就是City College Premoth 我们会有 差不多一个星期 会有至少碰一次的 这个纤维精 然后 电脑通常我们都是学一些 Excel啊 那种东西 academic skill 就是 好像之前 两个 CCP alumni 好像直燕 还有燕宜 讲的 就是我们会学一些 referencing啊 或者是 paraphrasing 或者是讲 take notes啊 因为大学 他们是 他们是很注重 就是 你不可以 抄袭的 然后 在CCP就是 教你怎样做 这些referencing 这种东西 然后每一堂课 他就不像中学 这样我们一堂课 是40多分钟 and then 把CCP就是来 好像大学的生活 每一堂课都是 一到两个小时的 然后我们就是 小班子 就是比较少人 我记得我那一年 在CCP的时候 是七个人 七个人上课 然后课程都是 很容易理解 就是比同考考试 真的是容易很多 假如是讲 那个stress level 同考的话 差不多在 一到十里面 同考试 那个stress level 是在十 然后在CCP的时候 学的东西 是很容易 就是那个level 就是很像一到二 就是很轻松 然后上课 就是拜一到拜五 and then 就是比较relax 就是比较chill的 然后放学 你可以去city center 然后拜六礼拜 假如你是跟host family 住在一起的话 他们有时候 会有一个family day 或者是 你也可以跟朋友出去 或者是 假如你不要跟朋友出去 可能你 跟你的housemate 或者是 做一下功课 或者是 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and then 在CCP的日子 就是那些老师 通常都是会 教一下我们 尤其是英文课 他们都会讲一些 英国的文化 很像 叫我们来 上巴 就是下巴之前 讲一下thank you 然后 怎样跟英国人生活 讲一下他们的文化 那些东西 然后整个CCP 就是 因为foundation嘛 foundation就是 很像 准备你的undergraduate degree 的一个东西 就是 就是你会 很prepare你去大学的一个东西 然后 平面是一个很像 在southwest 对southwest的一个 英国southwest的一个地方 就很像我的右上角 那个照片 它是一个 靠海的一个城市 然后它就是很chill的一个地方 and then 就是 下面的第二个图 就是很多个人 那个照片就是 就是我其中一个朋友 他的host 就是在最后那几天的时候 他就邀请我们去他家 一起去吃东西 就是人家一个party 这样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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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CCP的时候 我是跟host family 住在一起的 就是一个技术 就是你是 真的是跟一个 英国人一起生活 然后我觉得跟host family 住在一起的优点 就是 他会帮你提供三餐 就是你不用烦 你会不会煮饭 或者是烦 你有没有时间煮饭 这种东西 就是你可以很focus 在学习方面 and then host family 他们帮你准备三餐 因为怎样怎样 就是 早餐的时候 因为我的host family 是吃那种serious的 然后 对我来讲 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也是 蛮喜欢吃serious的一个人 然后午餐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在 college 所以 我的host就是会 准备一些lunch box 给我 然后就是 他在我那个照片 那个粉红色的那个照片 他就是特地买一个 double 一个粉红色的double 给我们 and then lunch box 通常里面都是一些sandwich 就是里面夹着ham cheese 就是 然后旁边 就是一些零食 然后一些juice 然后一些水果 这种东西 就是 虽然是这样 每天都是吃这种东西 但是我是一个蛮喜欢 就是我蛮喜欢 我host准备有午餐 所以对我来讲 不是问题 but 我的host 他蛮好一些 就是 假如你要自己煮东西 再去学校 他也是会给你用 那个kitchen的 然后 晚餐 通常都是那个host 煮 然后我们全部 就是坐在 坐在一个桌子 就是全部 一起 谈天 然后一起吃晚餐 然后我的host 就是会每天问我们 like how was your day 就是 就讲一下 我们在学校 学了什么 就讲给他听 然后 就是你跟他们 住在一起 就是你真的是 可以体验到 跟英国人生活 就是 你也是要学会 尊重 然后 就是一些common sense 我的host很好 他没有讲 怎样set rules 这种东西 我是知道有一些host 他是会 你要几点之前回家 我的host很好 他没有 他没有set什么 但是 你也是要有一点common sense 就是尊重一下对方 然后自己的房 当然是要自己 找一下 然后就是 整理一下 and then 因为我知道我的host 就是很像右下角 他有两个小孩子 就是两个 很小一点 蛮baby一下 然后自己也是 醒某一下 帮他 有时候 就是来 找一下碗碟 那种东西 然后帮忙一下晚餐 and then yeah 然后还有就是 我的host 他就是 他煮的晚餐 就是很像 我下面 有放了三个 就是 就是蛮 英国式的 晚餐 and then 我的host 他还有 就是 有时候 他会带我们 去玩一下 很像我的右上角 他带我们去 steam train steam train right 就是 升气火车 就是带我们出去 玩一下 然后 他有时候也是带我们去 打balling一下 然后 去这里去那里 一下 他都会问我们 要不要去 就是蛮好一些 然后 我这个host family 其实是第二个host family 其实我第一个 就是 我是 第一个host family 就是我遇到一些问题 然后 就是那个host family 就是没有这么好 把PDVL 他很快就帮我 settle掉 就是我搬进去 根本就不到一个星期 然后我就搬来 这个host family 然后就是 就是过后 就是很开心 and then next slide please Mabel 可以去下一个slide 然后我现在读的大学 就是Universal Brighton 然后我现在刚刚读完第二年 然后我读的课 就是 科目 就是 Podactry Podactry 就是一个主病学 就是 任何有关于脚的一个 脚上有任何问题的 我都是 我都是有字的 就是 它是一个healthcare course来的 然后就是 是一个很冷门很冷门的东西 就是 Malaysia大学是 还没有有这一颗东西的 我不知道你们是有没有听过 Podactry 这个就是 就是 任何关于脚 很像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很像 一些扁平竹 它整是 ingroom 就是你的脚趾 长进去肉 就是很难剪 或者是弄到发炎 那种东西 或者是 绞了一些皮肤病啊 或者是 你脚 这你痛呢 你痛 或者是骨头 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我都有 毒的一个壳 然后就是 以后出来工作 就是来很像治病人 这样 然后 我这一颗 它的好处 就是 除了 有平时 普通上课以外 我就是 还会有 实习的机会 就是我每两个星期 我会 上课 and then 两个星期 我就是会去一个 大学的一个 clinic 这样子 那个clinic 是run by 我的大学的 然后真的是 会有病人进来 然后我就是 真的是会有 hands on experience 就是 就是真的是 治病人 and then 然后就是 我这一颗 就是还有一个 很像 微型手术 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很像 我下面那个照片 就是 那个照片 是我跟我朋友 就是来进去 那个surgery room 之前 我们一起拍照 and then 英国学习的方式 它跟 马来西亚 不只是马来西亚 应该是 Asian country 它的学习方式 会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我们 Asian country 我们学的东西 通常都是 等老师给答案 但英国学习的方式 通常都是 problem based learning 就是 比如这样 老师会给我们 很像我的课 因为是 like health care courses 老师就会给我们 一个case study 就是一个病人 比如讲 一个病人的case 然后 叫我们讨论 然后老师就是 很喜欢 教完一部分课 就是会很像 很喜欢 导门 分去 小组讨论 就是 比如讲 六七个学生 一起讨论一个东西 我们就是这样学习的 然后英国你学习 会是比较活跃一点 然后你也是要 active一点 一开始 我是会有一点点 不习惯 就是他们 我记得我第一次 小组讨论的时候 老师把我们 放进小组 然后 就是因为 我的cosmet 大部分都是英国人 就是我只有一个 Asian friend 就是很像 我那个右上角 那个黑色衣服 那个朋友 他是我唯一一个 假对 他是我唯一一个 Asian friend 因为我的campus 就是很少看到华人的 然后就是 他们 因为英国人 他们的 他们从小就是 已经习惯 就是like active learning了 所以 一开始 我跟他们讨论的时候 他们在你contribute discussion 然后我就在你 点头点头 然后就有点难讲吧 现在已经是不是问题了 就是我也是 可以融入他们了啦 And then 英国世界上 课是比较宽松啦 就是 假如我是 呃 就是上课的那一个星期 可能就是一个星期上四到五天 通常都是四天吧 然后 通常都是早上九点 上到下午两点 要不然三点 要不然四点 要不然五点 看哪一天的啦 然后 呃 假如是讲 实习的那一个星期 我一个星期 就是上两天 就是两天去医院 然后有三天 你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就是蛮chill一下的 And then 呃 就是因为我的大学 它有四个campus 呃 因为University of Brighton of course 他的campus 就是在 Brighton的咯 就是 有三个campus 在Brighton 然后我的campus 不是maincampus 我是在 Eastbourne 就是 一个在 Brighton 各地的一个 城市 不是城市 一个town来的 And then 然后就是因为 我不是maincampus嘛 所以我就很少 Asian friend 因为那种Asian 大多数都是在 那种maincampus 所以 呃 呀 所以我参得 就是英国人 就是很像照片 就是真的是英国人 然后 呃 因为就很像 刚才听了一个问题 问Racist 呃 呃 我的 因为Brighton 它是一个 呃 支持同性念的 一个城市 它是LGBT 呃 就是recognize这个LGBT 就是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的一个城市 所以 就是很 很equality 就是 就是不会有 我 我暂时是还没有遇到任何 racist的人 就是我遇到人都是很friendly那种 And then 呃 然后我现在也是跟他们一起租一间房子 然后就是跟英国人一起租一些房子 然后 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 今年我没有 like出去特别找工作 but我是学校的student ambassador student ambassador也算是一个工作啊 呃 他就是 呃 帮学校搞很多一些event啊 或者是 呃 open days啊 And then 比如讲 好像类似我现在讲着的这种 like一个talk 我也是 很像我昨天也是有一个 做一个virtual的open day 然后就是跟英国人讲一些解释一些东西 它也是 它也是属于一个工作啊 就是 工钱会比 出去外面打工比较高 我的student ambassador 它是 你以每个小时算啊 就是一个小时是十磅 四十三匹 就是会比外面的工钱高一点点 And then 它的时间是很flexible一些 它不像你去 呃 你去外面打工的话 你可能每一个星期都要commit time下去 然后 因为我的课有一点 heavy啊 第二年 就是 呃 就是老师一直把资料放上去 我们就是要一直去看 一直去读 所以 student ambassador的一个好处啊 就是你可以选你要几时工作 然后你可以选 呃 你几时不要工作 然后 呃 就是基本上就是看你要做多少啊 就是 少的话一个月可以很少 多的话可以很多 我一个月最少 我一个月最少啊 我有试过就是四个小时做工吧 然后最多我有试过做一个月 差不多三十多个小时 就是一个月 都会有四百多帮 就是不错下 你换去马币 两千多三千块 蛮不错 and then 呃 就是因为这个英国上课就是蛮chill的嘛 就是 不是蛮chill啦 就是很多空闲时间 然后我每个拜六哦 我还会去一个 donation center 就是来做一下义工啦 这个donation center 我做这个呃 环保哦 一开始我是因为我的课 我的课有一个module 就是其中一课哦 他要我们去social engagement 然后我就去哦 去了过后 我本来是打算去一天罢了 去了一天哦 然后 我本来没有打算要去哦 然后那边的人就来email我 问我 呃 would you like to 他们特地call我 然后就问我 would you like to continue to help us 然后我就 在那里想呃 我又不会来 就是对我来讲 又没有讲会有伤害 然后又没有什么 反正我又有时间 然后我就去一下 主要是因为 我是想到我以后 想要留在呃 英国工作嘛 就是现在呃 graduate 就是你可以extend two years visa 然后你就是可以留在英国做工 然后我就是想到 我想要在以后学一下东西 因为我读的这一科 在malaria是很冷的 然后 就是 想要在这里学习一下咯 然后 我就是想到以后在这边做工 然后我就想到 假如我做这个volunteering的话 我可能又可以enhance一下我的习意啊 然后 就是 呃 就是这样哦 然后呃 那个extend two years visa哦 呃 它是蛮贵一下的啦 就是马币差不多哦 接近十钱 听起来是很贵啊 那如果你想一下哦 呃 英国的工钱啊 假如想你一年24帮的话 我不懂啊 我不懂别的课吧 我的课出到来啦 你在政府医院工作 会有24千英镑 假如你平均12千 就是 一个月大概2000多 就是你其实cover回那一个visa的钱了 就是蛮值得下的 然后就是以后 就是在英国发展也不错嘛 吧 我觉得我还会回马来西亚 就是在英国学习一下也不错 所以 呀 就是这样 ok 然后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师斌 呃 学生有什么问题吗 关于 呃 anything 呃 师斌 因为你这个课程啊 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这个课程是需要 placement的嘛 clinical placement 就是呃呃 你是打疫苗了吗 哦 我打了疫苗 因为我这个哦 我是每次要 因为我是治病人啊 我就是 真的是来 呃 属于social 不是啊 对social worker 不是是key worker 呃 所以我是 基本上他们一出疫苗的时候 我的老师就有 email跟我们讲 哦 你们可以去打诊 所以我 第一次诊 我是二月的时候打 第二次 我第二次诊 我是四月就已经打完了 然后啊 对 因为我每个星期就是 每两个星期要去治病人 然后我就是 这边的人 就是真的是 哦 我的地方是因为 呃 属于老人去 and then 呃 所以就是 把那些老人家都是很好啦 就是 他们也没有讲 racist 就是什么 就是我每次 吃他们 他们也是 很好 有时候 呃 他们还会 特地带一些零食 给我们啊 嗯 就是 很好一下 然后 哦 然后我第三年的时候 也就是我这个 下一个九月啊 我会有一个 external placement 就是去政府医院 实习的一个机会吧 我还不知道 呃 我会拿到南米啊 我是有 到了 南南 去哪一个地方 我是希望可以拿到了 but yeah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一下 有一个学生 我看怎么找 哦 因为 怎么找 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听过扁平族 他只是 你们有没有听过 脚身 笔言 就是那家长 我整天想 讲 脚身 概念啊 不是什么 我们就是脚上 任何一个问题啦 ok but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有 扁平族的一个人 然后我从小慢慢就是 带我去一个 podiatric clinic 就是在malaysia 一个podiatric clinic 然后我就去哦 去了过后 我就觉得 哎 很不错一下 然后我就想要读哦 然后 然后呃 然后我就是这样子哦 然后因为我有 compare Australia 跟英国啦 Australia 就很像 Mabel讲的咯 Australia 我要读四年嘛 英国我读三年 所以我就来英国 读这一科 然后还有 这一科 它是 呃 你要讲 很难 又不是很难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对 对独中生来讲 因为独中生 独中生 呃 那个压力 的 承受能力 蛮强下的 对我来讲 这一科哦 我很多朋友 是觉得很难 我觉得 ok啦 就是 不容易 啊 还是可以的 就是 还是可以 manage到 然后 我看到有一个问题哦 是问那个 host family 需不需要 其实这个 host family哦 就是 PDVL的 这个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Program 它是一个 它是 跟学费 算在一起 整个 整个 cost 加买这个 住宿 因为你住宿 就是包买 吃了的嘛 我没有记错 它是 11千银帮 是吗 我不知道 现在有没有 起家 呃 我这个 我这个 它是 它不是属于 medicine的 它是属于 一个 health care profession 就是很像 physio那一种 类型的 一个 科目 可是 我就是 我不用特地 读一个 doctor 普通的 doctor 然后我就是 就是 就可以直接 进去读了 读完了 就可以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啦 虽然是讲 很specific 在讲的 这一个 科目 但 我不像 其他那种 doctor的 科目 你要读了 doctor 才可以读 心脏啊 读眼睛 我这科是 比较 因为我 我的是 minor surgery吧 我没有 真的是 很大型 很大型的 手术 所以我的科 就是很像 physiotherapy那种 你可以直接 进去读的 那一种 然后 呃 我这一科 在hospital 我以后 可以在hospital 做工 可是 呃 就是你可以 呃 有分很多个level 很多个band的 像我一毕业过后 一进去 of course 我就是做 最低level的 普通 就是直脚 一个东西 but 靠经验 你可以 呃 你的band 可以生 然后你就可以 变那种 specialist podactress 就是 比较specific 比如讲 呃 specialist 就是讲 很像 呃 比如 呃 糖尿病的人 的脚 就是比较specific一点的东西 啦 就是这样 还有什么问题吗 是不是听不懂当地人讲话 和当地人听不懂 malladian english 呃 british accent 呃 我我记得 我记得 我一开始 我读ccp的时候 我第一 前几堂英文课 我是听不懂 british accent的 然后 呃 but 其实很快 pick up一下啦 然后再加上 我现在也是 我就是 我参得 朋友们都是british嘛 我每天就是 根本就是 没有机会 讲话 反正就是 每天讲英文 然后你就是 会 会 就是 没有问题 就是 然后他们听 他们也听得懂 maladian english 我不知道 可能也是因为 我在ccp 就是有上课 一段时间嘛 就是怎样 讲也不会 maladian english 那个枪 maladian english 的枪也不会 这么重了吧 就是你怎样都会 懂一点点 british accent 然后 就是其实也没有问题 就是 so far 我是没有朋友 给我讲过 他们听不懂 我讲什么啦 就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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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Supin OK Thank you 拜拜 by bwd6